罗马书第八章 今后为那些在基督耶稣内的人已无罪可定 因为在基督耶稣内赐予生命之神的法律 已使我获得自由 脱离了罪恶与死亡的法律 法律因了肉性的软弱所不能行的 天主却行了 他派遣了自己的儿子 带着罪恶肉身的形状 当作赎罪计 在这肉身上定了罪恶的罪案 为使法律所要求的正义 成全在我们今后不随从肉性 而随从圣神生活的人身上 因为随从肉性的人 切往肉性的事 随从圣神的人 切往圣神的事 随肉性的切往 导入死亡 随圣神的切往 导入生命与平安 因为随肉性的切往 是与天主为敌 绝不服从 也绝不能服从天主的法律 凡随从肉性的人 绝不能得天主的欢心 至于你们 你们已不属于肉性 而是属于圣神 只要天主的圣神 住在你们内 谁若没有基督的圣神 谁就不属于基督 如果基督在你们内 身体固然因罪恶而死亡 但神魂却来正义而生活 再者 如果那是耶稣 从死者中复活者的圣神 住在你们内 那么 那是基督从死者中复活的 也必要接纳 住在你们内的圣神 使你们由死的身体复活 弟兄们 这样看来 我们并不欠肉性的债 一直该随从肉性生活 如果你们随从肉性生活 必要死亡 然而 如果你们依赖圣神 去致死肉性的妄动 必能生活 因为凡受天主圣神引导的 都是天主的子女 其实你们所领受的圣神 并非使你们做奴隶 以至仍旧恐惧 而是使你们做义子 因此 我们呼号 阿爸 父啊 圣神亲自和我们的心神 一同作证 我们是天主的子女 我们既是子女 便是成绩者 是天主的成绩者 是基督的同成绩者 只要我们与基督一同受苦 也必要与他一同受光荣 我实在以为 现实的苦楚 与将来在我们身上 要显示的光荣 是不能较亮的 凡受造之物 都热切地等待 天主子女的显扬 因为受造之物 被屈服在败坏的状态之下 并不是出于自愿 而是出于使他屈服的 那位的决意 但受造之物 仍怀有希望 脱离败坏的控制 得向天主子女的光荣自由 因为我们知道 直到如今 一切受造之物 都一同叹息 同受惨痛 不但是万物 就是连我们这已蒙受 圣神出国的 也在自己心中叹息 等待着一子期望的实现 即我们肉身的救赎 因为我们得救 还是在于希望 所希望的若已看见 就不是希望了 哪有人还希望 所见的事物呢 但我们若希望 那未看见的 必须坚忍等待 同时 圣神也扶住 我们的软弱 因为我们不知道 我们如何祈求才对 而圣神却亲自 以无可言喻的叹息 带我们转求 那洞悉心灵的天主 知道圣神的意愿是什么 因为他是按照 天主的旨意 带圣徒转求 而且我们也知道 天主是一切 协助那些爱他的人 就是那些 按他的旨意 蒙照的人 获得益处 因为他所预选的人 也预定他们 与自己的儿子的 肖像相同 好使他在 众多弟兄中 做长子 天主不但 照教了他所预定的人 而且也使他 所照教的人诚意 并使诚意的人 分享他的光荣 面对这一切 我们可说什么呢 若是天主 协同我们 谁能反对我们呢 他既然没有 联系自己的儿子 反而为我们众人 把他交出了 岂不也把一切 与他一同赐给我们吗 谁能控告天主 所拣选的人呢 是使人诚意的天主吗 谁能定他们的罪 是那已死 或更好说已复活 现今在天主右边 带我们转求的基督耶稣吗 那么 谁能使我们 与基督的爱隔绝 是困苦吗 是窘迫吗 是迫害吗 是饥饿吗 是赤贫吗 是危险吗 是刀剑吗 正如经上所载 为了你 我们整日被置于死地 人将我们视作 待在的群羊 然而 靠着那爱我们的主 我们在这一切事上 大获全胜 因为我深信 无论是死亡 是生活 是天使 是掌权者 是现存的 或将来的事物 是有权能者 是崇高 或深远的势力 或其他任何受造之物 都不能使我们 与天主的爱相隔绝 即使与我们的主 基督耶稣之内的爱相隔绝 有权能者 感谢观看